到底是满族人还是汉族人 那又你说人慈禧 耶和纳拉士 是现在你看姓业的姓赫的姓纳的姓拉的 都是慈禧的后人 这已经分开了耶和纳拉士 那么也有一种说法质疑 说这慈禧啊是汉族人 那么这个家谱呢 是从乾隆五十九年 一直谢到他这一代 这就是慈禧太后这个 慈禧太后的第一个名字就叫汪萧茜 还有说这怎么回事呢 说慈禧老家呀 山西强制先人 小时候那慈禧家太穷养不起他了 四岁那年把他给卖了 卖给当时呢 山西一个地界之虎叫惠征 耶和纳拉惠征 这是蛮多人 结果这个孩子呢 十一岁那年呢 有一次洗脚 被这惠征的夫人给看见了 哎呦两个脚上 各长了一个猴子 呦说这个从相书来讲 这是有福之相 天生的贵人 就这么的 慧征把他收为干贵人 后来这个上头啊 到下面征集这个满族的这个女儿 要给这个咸丰帝当妃子的时候 哎就把这个他献上去了 只有他这个小小的有心人 愁愁满志的左顾右盼 齐花一草 古墓参天 金碧辉煌的亭台楼阁 连脚下的路都是用石子拼弃的图案 下来之后呢 这就成了这个后来的慈禧太后 有这种说法 但其实这个呢 很多史学家把他给否定 因为那会儿清廷啊 在招是不是满族的这个女性 这方面非常非常严格 如果你有这种后来收养的经历 你都得往上报 你开始慧征把他报上去 也没想到他后来能有那么大的作为 所以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冒着杀头之罪去冒险 所以这个不大可能 现在说这个慈禧确实是叶和那拉慧征的女儿 而且出生在哪呢 北京现在西单有个匹车胡同 那就是慈禧的出生地 那么慈禧到底叫什么名呢 有人说那我们知道 不少剧里都写着叫玉兰 又要叫兰儿子 说怎么叫这么名呢 说那不是咸丰封他为兰桂人吗 其实不是 那是由于咸丰非常喜欢玉兰花 这么封他为兰桂人 其实慈禧本来的名字呀 小名叫姓姑 姓花的姓 姓姑 他的大名呢 慈禧他爷爷给他起的叫姓珍 这是慈禧真实的姓名 天亮天 天亮天 桃花似火 飘若燕天 那还有人说 这个慈禧挺霸道的 后来看身边人都管 叫老佛爷 这老佛爷怎么来的呢 有个说法 说当初 这慈禧太后 同志弟死了 自个儿亲儿子死了 立了自个儿的侄子 兼外甥光绪 立了光绪之后 慈禧慈安两公太后 重新回归垂帘庭政 满朝文物不胡 慈禧太后心里头别闹 怎么办 这时候大太监李莲英 就觉得这个机会挺好 他有一天跟慈禧说 太后啊 现在咱们北京西边有个外寿司 外寿司里本来是共三十佛 可最近两天总看着两个佛爷显灵 你去看看去吧 这慈禧信佛 说那我去看看去吧 就这么着出了西之门 走高粱桥 然后上了船 来到这外寿司 这万二四哪呢 就现在北京的艺术博物馆 进了万二四里 一看共云不还是三十佛吗 没见那个佛爷 说你这欺君之罪 李莲英啊 那佛爷在哪呢 其实李莲英早都安排好了 在三十佛后边 又修了一个观世音的像 说太后 您轻一连步 到后边看 再往后一转 可不是吗 修一个观世音像 正这时候 不少拍马屁的满朝文武啊 还有一些庙里的方 什么都在这等着呢 一看慈禧太后过来 呼啦啦跪倒一片 口里都称 老佛爷 公英什么的 哎呦 慈禧一听什么 老佛呀 他明是顾问呢 你们叫的哪个老佛呀 李莲英都说了 哎呦 现在呀 这是老皇爷 宴家不久 新皇爷登基 百姓于水火之中 特别盼老佛爷 救苦救难 乖身菩萨 能够治理超纲 重新垂帘挺正 大清帝国离不了太后您 您虽然呆着许多的辛苦 可是百姓和国家 忘不了您的恩德太后 从大处说 可以国泰明南 从小处说 罗塞可以为您再尽这份孝心 这个马屁拍的慈禧非常舒服 这自那以后 满朝文武 多管慈禧叫老佛爷 然后后来慈禧呢 披着观世音那身衣服 让李练一个站后头 拿着委托杵 还照张相 但是这个说法呢 好多人说无稽之谈 说怎么的 正根应该是什么 为什么管慈禧叫老佛爷 因为清朝 从康熙往后都有这习惯 管着皇上掌权的叫老佛爷 为什么呢 原来这个满族在关外的时候 他就信佛 信佛那个时候 从泛语 就是印度语当中 转过了一些词汇 你比如说印度语里头 有个说法叫漫书 漫书就是佛爷吉祥的意思 后来转称满族化呢 谐音就叫满族 漫书满族 到了再往后呢 就支家汉语发过来 索性就叫佛爷 就说这个清朝皇上啊 管他叫老佛爷 那是有根据的 所以到慈禧这呢 管了趁47年 大伙也这么都管他叫老佛爷 这个 那么这慈禧当初进了宫 很快呢 得到先锋帝宠爱 封他为蓝贵人 后来又是 又易贵妃 一步一步上来的 那么他也给咸丰帝 生了唯一的一个儿子 就是统治 统治帝 后来这个登基了 后来咸丰 到这个生命的晚期的时候啊 这个人也懒了 身体也不好 因为这个蓝贵人呢 就是慈禧啊 真草立传 样样皆通 画画的也好 往这写的漂亮 就这么着 咸丰呢 批奏章的时候 就让他帮着批 知道了 嗯 数 亿 交亿 哦 交该 不 亿 奏 对 所以慈禧就得以有机会 接受超纲 后来这不是 等到这个驾崩以后 咸丰帝驾崩了 也知道这慈禧有野心 当时两宫皇太后 一个六股炉是慈安 一个叶和纳拉是慈禧 皇上呢 已经留下这个伏笔了 就说统治帝登基 同时有八个顾名大臣 顾名八大臣来辅佐统治帝 可是慈禧不甘心这样 怕全力被八大臣夺走 火同公亲王一心 就鬼子溜 哎 发动政变 将载元端华肃顺等 隔去爵位 拿交宗人府 给我拿 是 你们 混蛋 你们 你们敢这样对待 习有死 我的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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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了 你不不让人 卖国羞辱 你们树枣二人 上金天亮 毫无良心 这样呢 东宫西宫 两宫太后 垂帘亭正 等后来 同志帝长到17岁 这俩人 不在这个垂帘亭正 同志是个短命皇帝 后来 光绪帝上来的时候 这俩人 重新又垂帘亭正 到1881年的时候 慈安太后突然抱病 不知道怎么死的 那年才45 慈禧 从那以后 一个人独断朝纲 有人说慈安太后 怎么死的呢 故老相传 还有段事 说这慈禧啊 这咸丰 自己的老爷们死了吗 他在宫中 也耐不住寂寞 当皇上能三宫六院 七十二偏非 一个太后呢 他看上一个人 这事李连英给他办的 在北京琉璃厂 有一个卖古董的商人 姓白 这个人长得很漂亮 李连英呢 就认为慈禧能看中这样 把他领进宫 慈禧还真喜欢 据说后来 两个人呢 有事以后呢 慈禧还怀孕了 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很独的一个老太太 你看那个朱世帽 陈佩思 他们演这个小品里都说 老婆告诉你 老婆愿意生气 你们一家人的脑袋 咔嚓 就躲下来了 他说这老娘们可够独的 你咋是老婆也是老娘们 这就说慈禧 这慈禧 因为很早呢 咸丰帝就过世了 所以这个坊间的传说当中啊 有很多 说这慈禧啊 和这个好 和那个好的事 底边有人说 他跟鬼子六之间有关系 还有说 后来啊 为了镇压戊戌六君子 在之后啊 跟直立总督荣禄之间 两个人也不清不楚的 那么这些事 事不历史史实呢 当然这属于公规制 公为之密 咱们平常人呢 也很难知道这个事的内幕 也没有传心了什么实在证据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呢 像这种重大的这个政治变革时期 和谋的双方啊 一般来说 他的重心在于争夺权力 儿女私情这些事啊 不是说一点可能性没有啊 绝不是双方当时的一个主要的 构结在一起的一个目的和用心 这都属于后来 由于他们政治结盟 传出了一些无稽之谈 俯会之说 但还有人说 说慈禧那个深归继末啊 这肯定也有一些难免 这个向往一些男欢女爱的事 就有人硬编排 说你看他宠心李莲英 安德海这些人 那是不是有事呢 咱们先姑且抛开这不谈 慈禧太后对李莲英 这些人确实不错 既然我叫御膳房做了些点心 都是你平日爱吃的 这几日叫你受委屈了 而是李莲英也乖巧啊 这慈禧太后到他那屋里去 坐过的凳子 他全个黄布或者黄纸 再包一遍 表示攻击 再加李莲英这人谨小甚微 所以很得这个老佛爷赏识 你看电视剧大门门里边 那不就是李莲英 跟着这个慈禧太后往西安跑 躲避八五连军 在那儿 把白家的名声重新给恢复了 张艺谋在里边 演李莲英 演的还挺有意思 所以说他跟这些人确实挺宠信这些太监 所以他要听惊喜 每次都带着这个李莲英 说他们之间就即使真好 也没什么男女之事 因为清宫对太监的这方面管得很严格 清宫对太监的这方面管得很严格 不光你入宫的时候 看你净身净不净干净 每隔一年都得检查一回 因为不是前朝明朝时候 魏东贤传出那事吗 说净宫净身没净干净 还弄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 所以他查的比较严 慈禧这一辈子 他干的事里边 说实在的 我们得承认 好事不多 坏事挺多